国防部长黄永红医生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场边活动上同多位房长会晤 黄永红医生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奥多洛探讨了两国潜在的合作领域 在会见柬埔寨国防部长迪西哈时 部长强调了双方在亚先加巴国防部长会议上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黄永红也与日本国防部长牧原仁讨论了新日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 黄永红医生也和新西兰 法国 荷兰 卡塔尔 加拿大和爱沙尼亚等国的房长会晤